第四十二体,燕成和加成在铁环的左右两侧挂上弹簧护拉,以致燕成加蒋弹簧的挂钩,勾在铁环上施力向左拉,加成将以弹簧的挂钩勾在铁环上,再取丙弹簧挂钩,再以弹簧后方施力向右拉,若铁环保持静止不动,如附图所示,是以F1,F2和F3各表示三个弹簧秤的读数, 则F1,F2,F3的关系为和,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燕成,有我们有一个施力A,那么向左边拉,那么甲弹簧没有动就表示我这里,铁环透过挂钩有个施力B呢向右拉,那么因为我们平衡不会动,所以呢我们的A呢就会等于B,那么我们的铁环, 我们铁环施力一个向右边拉的力量,就表示我的F1,就是我们的B这个施力,那么就会等于我们的A,刚才讲过了,所以F1就是我们的B,那么我们这个铁环透过挂钩拉着我们的甲弹簧,那么这边 甲弹簧也会去透过挂钩去拉铁环,有个C的拉力,那么这个力量呢会跟我们的B的拉力是一样的,所以呢C会等于B,会等于A,也会等于我的F1,那么我们这个铁环保持不动,就表示我这里的挂钩呢,会拉出一个力量珠,那么一样要保持平衡,所以C的力量就会等于珠的力量, 那么我们的挂钩呢,去拉着这个铁环有个珠的力量,那就表示铁环会拉着我们的这个力量有个E,那么这个E呢,跟我们的珠呢,是一样大的,一样大的,而这个E呢,就是我们的F2,所以我们的F2呢,就会等于E,就会等于珠,等于C,等于B,也是等于A,也就是我们F1,所以呢F1呢,就会等于F2,那么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去分析,我们就会发现, F2呢,也会等于F3,所以呢,我们三个力量F1,F2,F3是一样大的,所以第十二题问我们说,是以F1,F2和F3各表示三个弹簧秤的读数,则F1,F2,F3的关系为何,我们答案选的是C,F1等于F2等于F3,